首先,把南瓜的浪和纸刮走,洗净,然后蒸大约8分钟 不需要蒸到很软,只要筷子刚刚穿过就可以了 那就OK了 蒸过的南瓜没那么硬,是容易切好多的 你看看多容易切 首先,批皮 批完皮后,就可以切丝了 我留3分1的份量,将它压成蓉 这些就是今次需要的材料了 除了南瓜蓉,南瓜丝之外,还有葱花 虾仁事先解冻了,用胡椒粉腌下 剪小粒一点,这样容易熟 另外,蟹柳将它拆成一丝丝 还有一杯水和一杯面粉 OK,可以开始煮了 拿一个大一点的盘 放完南瓜丝进去 再加上南瓜蓉 接着加入一杯面粉 面粉,可以是低筋,中筋 或者是All Purpose Flour都可以 接着加入一杯水 慢慢搅拌均匀 所以,面粉和水的比例 就是1比1了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加入调味料 首先,加入适量的盐 再加入少许糖 调味 接着加入洋葱粉 洋葱粉是非常好用的调味料 有时炒蛋,做沙律都可以加些下去 然后,将其他的材料都加进去 虾仁 蟹柳 和葱花 其实,你可以随意加入自己意 dating 用我们喜欢的材料 例如带芝 鱿 鱿 鱿 香菜等 等 再加入,最后会加入 因为它 med globara便 esan 因为 doubles容易会取出湿 预备好粉浆之后,就可以开始煎了 用中火或者中大火,加多一点油 油热之后,就用汤壳搓粉浆,下锅煎 一颗一块,压扁,大概一个圆形 千万不要太急,把它反转 慢慢煎 当你觉得底部已经硬了,就用锅铲推一下它 当一面煎到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反转了 大概需要分钟的时间 反转几次,用锅铲压扁一下它 直至两面都金黄色为止,就可以上碟了 这个就是令我非常回味的香煎南瓜海鲜饼 你喜欢吗? 好了,多谢收看,下次再见,拜拜! by bwd6 2 3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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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